大家说这个游戏它算不算成 昨天我偶然碰见了一款名叫 神沙和模拟器的游戏 两万人下载 相信听到这儿就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伙都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应该就是个抄袭世界盒子的上帝模拟游戏 市面上一大堆它也到我视频 不过呀今天这个还好 它不是那种直接把游戏倒走 并且也没碰我视频 而是在Woodbox世界盒子的技术上借钱了一下 自己耗试编了个游戏 并且当前版本1.24好像还在持续更新中 来到评论区 前几个评论都是三星表示我很中立 然后写一大堆好字 看我都不想看 豆瓣就是豆瓣嘛 还请这么多水军干嘛 感觉就像换了画质的神游模拟器 呃这位同学还请认准原版为Woodbox 除了画风玩法完全一致 四代 好了这是什么游戏呢 我大概心里有底了 那么咱们现在进入游戏 身为国产游戏 我并没有见到游戏罢来警告 万一大家伙上瘾了你负责吗 开局后这个新手引导界面 玩过世界盒子的都知道 这不能说是完全和世界盒子一样 也是差强不多了 狂点一阵子的屏幕 这系统呀让我选择一个男人来创造文明 当我点进了之后 这一个像素人呢 就这么贫困的出现了 戏图僵硬的叶皮 没有一点是我这个上帝 把人放上去的感觉 不过呀 能放人就证明 我还是上帝 只是你说现在让我们消耗精力抽奖 是什么意思 合着我来你家当爷钱 还得先抽两花六四八 不过还好啊 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 这抽奖是可以凭运气获得金币 金币 不对呀 我来这我都成上帝了 我兜里没事来穿俩子 这做成脑回路也很有病 我正许识着 我一上帝 我要这钱有没大用事 接着的新手人物就给我提示了 他也同时把我震惊到了 哦 合着我上帝创造的刁民 造文明若想进步 还需要我花金币 解锁各时代的建筑呗 同样是花东西升级 隔壁领土战争 那本身就是踏房游戏 他没有违和感 不丢人呐 而我呢 到底这儿来登上帝来了 处处限制我法力 我是来一点解压的 还是来练干的 正当我打算把金币干足后 把这些武器了 建筑了 通通一一解锁时发现 我原来像的是魔族版的 这机壁啊 刷不完 这就很舒服 当我挨个都解锁好之后 我呢 创造了个文明 不过很显然 这里的刁蜜没有那么智能 也正如如此 我们可以欠揭的证明 这个小游戏的AI的路径 可能是他自己编写的 不是直接搬过来的 但这房子忽大忽小 以及两个贴图贴在一起 你闪一下 我闪一下就算战斗了 抄能不能抄得上点心呢 而除此之外呢 就没有什么可介绍了 无非就是一些世界盒子里 建过的低配版效果 是我都懒得是 回想起这具新游戏试玩 毕竟大家也看到这 那么大家伙觉得就是 类似这里虽然是 自己耗时编写的游戏 但却和之前出过的 某款游戏相似度 达到90%以上的游戏 它算不算抄袭呢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见